那你有可能再婚嗎? 喔 再婚是絕對不可能的 喔 我知道就是前幾年我回答這句話的時候 別人都會以為說 我是因為上一段關係嚇到有陰影 我覺得這個確實在後面可能以往認識的時候 我覺得心裡上面還是會有一點忐忑啦 但是這個現階段我是完全沒想 然後完全不會再婚是因為 我覺得我真的沒有那個想法 剛剛我年紀到了 我真的沒辦法再幫別人生什麼 可能我們的官司比較長 就是這段這麼長的時間 因為將近五年嘛 我自己是把自己算正常試當不錯 所以我自己也學了很多 就是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功課跟學習這樣 五年喔 打完大概四年半超多 所以現在是一個很長很長 很漫長喔 超級長 你算有人追你嗎? 就是完全沒有 怎麼可能 小甜甜都已經 對 對啊 哈記喔 你還沒 我跟你說 這件事情我覺得 為什麼別人這麼快的對象 然後我的朋友都紛紛截圖耶 你是不是挑 然後截圖的時候 你看看沒有 我想說 我真的是滿頭問 我覺得我在想可能是因為我的工作跟時間真的很滿啦 因為我真的是放很多的心力在小孩的身上跟工作 我其實真的 就是你看我的團購真的是 是 是很滿啦 那我覺得其實在 呃 就是工作上面付出的時間 那我都得要利用孩子去上課的時間完成 那小孩一回來就是以他們為主格 嗯 然後再加上其實我自己好像想做的事情也很多 你們覺得 想不到其實我就是 又跟著小孩一起學鋼琴 然後自己有在上映玩課 然後我其實又有去健身打雨球什麼的 然後最近就是又有新朋友就是揪我一起去爬山 然後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想做 這些都很容易認識 叫做朋友啊 爬山 撞男仙肉有吧 真的沒有耶 然後你說去露營 露營也都是人家一帳一帳都是 人家都是一個家 我到底去哪裡 沒有單親的喔 就帶小孩去露營啊 沒有 因為都是跟自己熟的朋友 我覺得我 可能經歷過一段關係之後 我其實很怕要去選擇 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去 讓別人一定要來去容納你現在有三個孩子這件事情 或者是 可能對方一開始說 可以接受你有三個小孩 可是 我覺得相處久了 感情久了 他可能想要的會更多的時候 他也許會覺得說 你怎麼付出給孩子的時間比較多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自己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我真的很怕別人要我去選擇 那你有可能再婚嗎 再婚是絕對不可能 我知道就是前幾年我回答這句話的時候 別人都會以為說 我是因為上一段關係 嚇到有陰影 我覺得這個確實在後面可能以往認可 我覺得心裡上面還是會有點惨刻啦 但是這個現階段我是完全沒想 然後完全不會再婚是因為 我覺得我真的沒有那個想法 我年紀到了我真的沒辦法再幫別人生小孩 我已經我已經沒有 但是你想嘛就是可能第一現階段 我就真的沒有什麼機會認識所謂的異性 就是我大部分工作都在家 那週末可能就帶孩子出去 然後其實我連跟朋友聚餐都是利用小孩子 比如說朋友來家裡喝個下午茶 然後他們就走了 我們也沒什麼時間出去認識新的朋友 那可以談戀愛 但不要結婚了 可以吧 就現階段連戀愛這件事情都沒有想過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又欣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依佩 三粒嚴選最好算 三粒嚴選最划算 記得來看我雙十一 一定要鎖定三粒嚴選